哈啰我是伊莉 哈啰我是莉 我們是 美安芳莉 好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就之前會員區大家也還蠻想聽的 職場暗記教學 日本職場 那來查一下日本的莎莉滿上班族 他們有什麼煩惱 後來你就發現 煩惱煩惱很多 對 第五名是職場環境有變化 比如說誰新來啊 換到新部門啊什麼什麼 調到別的縣市去 我不知道台灣應該沒有吧 他們每年會有兩次大調動的實施 所以大概三四年會換一次 就算自己不換一定會遇到新的人 對 來來去去 因為我們又變成說 就是你遇到一個新的人 他以後搞不好還會遇到 而且搞不好還是就是 一起做事的相關的人 所以你不能 你要去維護那個人氣關係 對對對 每個人都不能得罪 然後第四名就是 來自公司或客戶的強硬指令 啊 這個 這個應該世界各國都有啊 對 沒錯 然後還有就是工作上的失誤 和工作出包 就喔 我真的要說 我覺得日本人很怕錯 嗯 我超不怕錯的 因為你怕錯就會不做事 對 我覺得 我有信心把他丟 對 我有信心修 而且我會盡量做到不錯 但是我不會覺得人不會錯 第二名是工作太多 就是可能 貪不得要領 然後又別人給他很多 喔 什麼的 還有他們不懂拒絕 第一名是人際關係 有28%的人 在人際關係上有煩惱 或是感到疲勞 或是有壓力 三成 對 嗯 把人逼死的都是人 對 都是人 在日本的 在人際關係的第一課最重要的是 你要把自己打一個人設 像我們今天為什麼頭髮那麼 頭髮那麼金 也沒有問題 這是因為 我們有個瘋癲的人設 對 哈哈 不是你喔 是我 我是一個瘋癲人 所以大家就覺得 啊 立場 就是我現在也是 對 對 因為人設真的很重要 我覺得我的人設應該就是 我就是一個外國人 但其實他們其實不會記得 你是一個外國人 但我就是擺明了 就是我不吃你們這一套 但是我會好好工作 對對對 所以他們遇到的時候 他就說啊 遇到不遇 但討厭的事情我就不想做 嗯 就不用配合他們 就我讀了你們的空氣 但我不會順了你們的空氣 去做這些事情 嗯嗯 就基本上你還是要打一個人設 然後當然那個團設要加一些 討喜的元素在 對 像我覺得 我自己雖然瘋癲 然後有時候就是講話蠻直接 我還是會蠻討喜的 就是我會幽默 對啊 我還蠻幽默的 你幹嘛 你很幽默啊 你有一種那麼 我不要 你很幽默啊 你幹嘛拆我的台 沒有 我想說 我想說你的討喜 那我是什麼 他就想說我人其實還蠻好 對 你是 我覺得阿咪有一個人設很好 就是你看起來人很不好 對 可是事實上你人很好 所以就讓我覺得 欸優雅這樣 對這個感覺 這個也是一個討喜人設 對 我前陣子也被一個第一次工作人 不停的說我很優雅 然後那個人據說還蠻難相處 旁邊就是跟我說就是 哇 那個莉莎的事很意義 然後我想說 欸 我明明就很正常 而且因為他還有點怪 所以我還已經比平常 更直接一點 然後結果沒想到 他就覺得我很優雅 然後他平常到底是得到什麼對 有可能是 因為我覺得其實日本人 大部分日本人 他們有時候會因為 優雅感 他們會變得很不優雅 嗯嗯 啊 不然他就不 不擺你的identity 就是不理你 可是我是一個 不管怎樣我都會理你的人 我覺得如果大家在想說 如果要在日本工作或什麼 就是人設要怎麼設定的話 可能可以先想說 你自己最不想要妥協的點是什麼 嗯嗯嗯 然後你那個人設就保留那個地方 其他的地方也就隨著他們去 像我應該就是一些 打扮 對 我的應該是自由吧 就是你不要來管我細 很細小的事情 就是細節不要來管我 真的我也有 欸我們兩個還蠻像的啊 對啊 後面台灣名字都知道 有可能 我們之前已經講過蠻多次 就是當被踩 一定得踩回去 一定要踩回去 因為日本是一個排排 排排序序序序的 綜順的 縱向社會 所以就算你的那個部門裡面 裡面只有 十個人好了 每個人的心中都有那個排序在 他們的優先順序 而且會很明顯 就是在講話的態度啊 然後拜託你做事的那個時間點都會有差 對對對對對 有差超級有差 所以如果你要過得好一點的話 就不能當那個人人踩人 不然你真的會很辛苦 但踩回去也是一門學問對不對 不是說你要跟他吵架或什麼的 其實應該是盡量不吵 對 盡量不吵但是要踩回去 該怎麼做呢 就由阿妮來告訴我解說一下 我原本是廣告公司出生 而且一直都在做就是 品牌跟Marketing嘛 然後就遇到了一個 歐巴桑 遇到了一個姊姊 所以他就那時候就非常的擔心 就是我這個小妹 不懂品牌家計 他就寫了一封非常長的E-mail 來告訴我說 非常長的E-mail 對就是Brandotua 這真的是教科書會寫的 品牌 所謂品牌 然後就超長的 品牌是為了什麼而成立的 他會搞出來 他好閒喔 但我又不能夠直接當場跟他講說 喔這些我都知道了 所以我就把他那封信 然後就是回信給他 同時CC給我老闆 這總是我 對就是這麼做 同時CC給我老闆說 謝謝你的提醒 然後就是我們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有跟Brandot的創始者 我老闆是創始者吧 Brandot創始者的誰誰誰 經過什麼樣子的溝通 所以他也覺得這件事情是可行的 那如果你還有什麼意見以後可以再告訴我們 然後就回給他 你回的超好的 對 然後我老闆就在下面寫了一句OK 然後非常的隨便 我後來還知道其實那個姊姊已經有先寄一封信去給我老闆 說什麼他很擔心就是新來的小妹妹 一定的 對然後我老闆就跟他說 那你自己去跟他溝通嗎 真的很賤 你老闆蠻賤的 可是你老闆也蠻聰明的 對 反正他也沒必要幫他背這個黑鍋 對啊 那個姊姊很賤 他原本想說 那這樣子我們把你老闆拿去訓事你一頓 你就會不爽 對 就會造成你們兩個關係不默 實際上你們兩個都沒中招 對 導致他 但我從頭到尾沒有跟他吵架啊 就要很好啊 就是要這樣啊 實在說我很不爽 這次非常想要跟大家講一個東西 就是心理健康 嗯嗯嗯嗯 很多人常常就真的會心理出問題 心病 對 只睡不著 或是一直那種很低 很低氣啊 一直持續 然後一直有點太過在意別人 是不是怎麼樣的時候 我覺得就真的可以去看醫生 因為我也曾經有過啊 然後那時候就是 跟公司講說 啊我現在可能覺得自己有點像問題 我說過我們公司有搞件事嗎 那我跟阿姨 他他真的是握油權公司 對你的秘密 我覺得 就是到底要哪邊有什麼毛病都知道 這樣 然後他就說 那我們現在有這幾間 好像都不錯 他就開給我 然後我就真的有去 然後大概就是 收單了一下之類的 我心情就比較好 有些人是更嚴重 他就可能確診了 自丟 的話 他可能就是必須要長期休息 日本的公司就是 就是這個時候就是他流子停息 他不會因為這樣就隔職 然後他們會有一個回來的program 對 然後慢慢的讓你再 漸進式的去回 可能回原本 或是去別的地方都有 這樣子 最重要的是 你要自己覺得自己的心理是健康的 那比任何東西都重要 我覺得可能台灣還是會有 不想看心理是那個害怕 那會吧 對 但其實那沒什麼很可惜的 大家就來看 真的 吃藥啊什麼 至少有安定的睡眠都會比較好 真的是 有留得青山仔 不怕美柴燒 我今天 你真的覺得自己有 就是所謂的被喪屍欺負 就是在職場被欺負的時間 我覺得 還是要講出來 一定要 對 要讓別人知道 因為 因為很多時候是別人不知道 真的 你以為很明顯 有些時候很不明顯 而且其實就是有愛的就是斥責跟跑蛤蛤啦 其實如果不是本人的話 外面看可能會不太知道 所以 你如果自己覺得不舒服 一定要講出來 因為如果你去看心理醫生 那可能就只有保鮮室那邊知道嘛 然後看完你可能確診之後 人家只知道你得了這個病 但 有些 有些時候是真的是 一個很純粹的原因 就是比如說上次很健 對 通常都是 那個上次搞不好已經危害過很多人了 真的 我覺得有些人真的不敢講 因為他覺得 他已經 其實 其實我可以了解 因為他 一開始你就是會有很多自責的事情 你會覺得是不是自己不夠好 所以才會這樣 那就是一個典型的症狀 可是 這種時候真的是盡量啦 我覺得如果你做得到 你願意跟人事約個時間跟人事說 我覺得還是要讓公司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我有一個建議就是 不要跟 LINE上面的人說 嗯 因為 他絕對有包庇 就算他本人是一個正直結白無邪的人 他還是會有那個 衝動想要保護自己的下屬 嗯 所以你不要讓他這樣啊 你就 你就 你就換個來 你就 你就去 你就去人事啊 因為人事就是管這個的啊 嗯 對啊 你就告訴他說 你絕對你的上司怎樣怎樣這樣 這才是一個正確的 對 途徑 大家都覺得我 抱他腿 覺得抱上司大腿的達人 對 是 都 都 你 是 是 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